谈见小智专属的六个称号 1.放声大师 放声对于小智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操作 早期有关都的比雕八大虎 中间有橘子群岛的成龙 后来还有卡洛斯地区的甲赫人蛙和年美龙 就连皮神在古早的时候也都差点被放声到皮卡丘森林里 如果不是皮神机制跑了回来 后面的剧情那还怎么演啊 最有意思的是每次小智要放声的时候 这集的标题就直接明示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前车之剑 所以在宝可梦旅途中 很多人都觉得表现很好的路卡利欧和快龙 都会是这样的结局 倘若真是这样 那每次被重制等级的小智也太惨了 2.飞行系大师 小智之所以被称作是飞行系大师 主要原因是他每个时代几乎都会去收复家门鸟 然后随着旅行 飞行系的精灵就越来越多 甚至有的时候飞行系还占了大多数 就比如说XY片中 小智就有猎剑鹰 摔跤鹰人和鹰波龙 这三只飞行系精灵 最搞笑的是 这个称号另外一个持有者 是龙系天王阿杜 虽然小智现在是阿罗拉联盟的冠军 但和世界第二的他比起来 还是有一点差距 不过随着小智排名越来越高 这个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等到小智战胜了卡洛斯的龙婆婆后 估计也就是仅次于八大师的最强训练家了 三 逆属性大师 逆属性在游戏里是对战中的大忌 可是在动画中 逆属性想要赢似乎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小智身上能得到很好的印证 从无影片开始 小智对于逆属性战斗就已经是得心一手 在白银大会上 小猫的水剑龟就出了这么一个大亏 到了后来逆属性的比赛越来越多 而小智的精灵也全都具备逆属性战斗的能力 像什么贾赫忍蛙秒杀四倍抗水的超级蜥王 还是小儿科 最离谱的是大王宴硬抗各种雷电还没啥事 总结的说就是逆属性的比赛没输过 顺属性的比赛没赢过 四 超级真心人 不管是动漫还是剧场版 小智的神力和伸手矫健程度都是非常夸张的 技能殴打神兽远能硬抗技能 能和甲和忍蛙一起训练也可以轻松背着好几只精灵去上学 如果宝可梦对战的时候训练家能参战 或许小智早就拿到冠军了 当然像是彩豆这些能和怪力交涉的训练家也有不少 但都没有五脏徒手收复精灵来的震撼 不过在日常中也能体现出小智的身体素质是有多强了 毕竟低面戏的超级真心人可不是吃素的 五 波导勇者 路卡利欧之所以这么高人气主要原因还是他和小智 在剧场版中有着相当深的联系 那时小智夺得了波导勇者称号 这本来没什么 然而亚朗的路卡利欧发现小智和亚朗的波导一样 并且能够让时间之花放映过去的事 不过波导勇者这个设定的坑到了15年后才真正填上 小智也在第八世代成为了名副骑士的波导勇者 六 啥东西 虽然说这个倪称不怎么好听 但这对于宝可梦粉丝来说 却是对小智最真实的感觉 这一位小智的性格比较莽撞 所以很多时候战术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存在 也愿是有的时候这种近身肉搏的方法 还专门的帮助他拿下胜利 然而碰到注重战术技巧的对手时 又总能将他刷得团团转 最后被玩虐直到遇到真似 这才开始慢慢改变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梦花赫拉克罗斯 然而到了第六世代的决赛上 贾赫养娃的招式居然还是那些最低的招式 就属实让人有点迷惑 不过到最新的宝可梦旅途中 在挑战龙婆婆之前 又特地让大匆鸭和三咬龙学会了各系大招 看起来又不傻了 之所以小智有这种经常发二的行为 这个人物才变得鲜活起来 倘若他真像真似早期那样 单纯是为了变强而变强 就不免少了点人情味 那这样剧情也没什么意思了 好了以上就是小智各式各样的昵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啦